另外 未来两周新冠疫情将进入关键期 美国慈悸全面动员 发起了京市的疫情 警示的爱 福爱美国疫情线 募新募款行动 目前慈悸已提供了多项紧缺的防护物资 给超过68家医院 其中包括南加大凯克医疗中心 洛杉矶加大雷根医疗中心 纽约市爱姆赫斯特医院 纽约市哈林医疗中心等各级医疗运所 以及警销单位 政府选民中心 学校等